哇,今天给大家看看测试服的六图什么情况 这就是六图的辐射区啊 兄弟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六图终于来了 今天要没起看一下都更新了哪些内容 黑市里面更新了两样东西 老玩家肯定都知道 这个提卡布枪,它终于又回归了 另外又增加了一个战术警报器 相当于一个雷达 装上以后有敌人靠近会有提示 简直是防老六的神器啊 新地图,名字叫冰河禁区 也是分为基础模式和进阶模式 基础模式不掉装备,但是没辐射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天赋增加了好几个 第一个天赋,叫稳定 要射状态下可以降低后作力 第二个叫翘首,加快换弹速度 第三个叫防护 作用是降低被boss打的伤害 要是当飘仔去刷boss啊 这个就非常实用 最后一个是机枪精通,增加机枪的伤害 这下玩大波罗和MD3的人肯定会更多了 行了,带你们去看一下新地图 没错啊,这就是新地图的样子 一个大魂形 地图中间的黄色方形区 就是大家最爱的辐射区了 对啦,兄弟们 如果您想体验下6图 你可以用浏览器去官网下个悠悠 在PUBGM测试服的加速详情也就能看到教程 而且悠悠免费加速PUBGM 不仅免费无广告 加速效果稳定 各大主播也都在用 点击我视频走下角或浏览器官网去下载 不然参加不了测试哈 快去试试吧 去辐射区啊,我觉得走地铁比较安全 因为有5条线路可以通往辐射区 但是辐射区下方的地下室非常大 很容易迷路 不过地下室的箱子非常多 暴力我觉得一般般 毕竟头顶就是辐射区了 地图上有ABCD4个点 每个地都有通往辐射区的楼梯 所以不要在地下室迷路了 对了,变卖物又新增了几个 有军用电池 军用电路板 绝密情报 独药蛇身份牌 钢铁身份牌等 如果要是从地面去辐射区 只能从这个位置 其他地方根本没门 而且这个位置有个黑衣室 箱子枪还有金条 还挺肥 从这条冰河往前走 就是辐射区了 可以先装一个警报器 要是附近有人 可以扫描到 六途的辐射区非常大 箱子也非常多 但并不是每个箱子都很肥 开出啥全靠运气 因为它有蓝光 对了,来的时候记得带板子 不然是会掉血的 六途箱子比较多 所以贫富差距比较大 有的就贼穷 有的贼肥 另外辐射区还更新了指挥官boss 近距离看一下 长啥样 一只手拿着手枪 另一只手在喷淡器 你只要接触一下 就会对你造成减速 应该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辐射区有AB两个点 这两个地方都是黑门 但是好像每局只能随机解锁一个 等它解锁后 你才能用黑卡进入 再带你们看一下辐射区 我问了个去 是真搭呀 感觉单排箱子肯定开不完 到时候估计一把能赚6M 新地图玩法真的很不错 下个月就能正式上线 兄弟们尽情期待一下吧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